武明智就躲在碟翠山峰那裡, 一心就希望天快點黑, 好離開桂林。 啊,就在這陣子, 他聽到一陣渴聲在山下傳上來, 跟著聽到那些游人示威奔走, 避開他的雜聲, 他疼了一下, 發生什麼事呢? 是不是追殺我的人上山? 武明智正在猶豫, 他就馬上躲在草叢裡面, 眼定定地看著上山的路呢? 隔了一陣子, 果然看到三四個拿著大刀皮鞭的家丁打扮的人, 衝上山頭, 武明智大劇一驚, 看來這些人真是追殺自己的, 他再看一看, 這幾個家丁他一個都不認識的, 難道他是衙門中的警察? 如果是的話, 難道官府中的人都要追捕自己? 不會的, 一定是俄眉點倉派的人, 為了追殺自己, 扮成警察那樣, 將其他人趕走, 再來抓自己? 武明智想到這裡, 大氣都不敢休息, 伏在岩石下面就不敢動了, 那三四個男人在山上看了一輪, 當然沒有發現武明智, 因為他想不到, 懸崖下面會有人躲在那裡, 現在以為山頭上不會再有其他人了, 吹了聲口哨, 這樣就下山了, 武明智見他們走了, 休息了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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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暗慶行自己, 走得掉了, 自己可以安安穩穩在山上睡覺了, 等天黑再下山, 哈! 誰知無奈, 半山那裡又傳來一陣人聲, 似乎還有一些女人清脆甜蜜的笑聲, 還有佩戴著那些玉石呀, 寶器呀, 啵啵啵啵啵啵的那些碰撞聲, 武明智的內功就很強, 一聽, 知道來的就不是幾個人, 而是一大班, 其中還有女人, 這陣子果然聽到一把女人很驚奇的聲音就說, 郡主, 這個風洞的風, 好涼爽呀, 又有個女人就說, 思琴, 聽王爺說, 這個風洞一連四季都這麼大風呀, 大暑天時, 在這裡透亮就最好了, 武明智好奇怪, 這班人顯然又不是追殺自己, 是來這裡遊玩的, 那為什麼這班人來遊玩呢? 就要將其他人通通趕扯呢? 難道只准他們玩, 就不准人家玩得有呢? 武明智, 怎麼都想不到了, 這次來遊山的呢, 就桂林府黑黑有名的靜光王寶貝女, 朱玲玲郡主, 這位郡主呀, 雖然生得千嬌百眉美如天仙, 但是非常之任性, 嬌慢, 就連靜光王爺都讓他三分, 你一招他開心, 天上的月光都要摘下來給個寶貝女的, 這一日, 這個郡主一時開心, 要來蝶翠山玩, 哈哈, 他說要來玩, 嚇到王府中的太監和侍衛, 也嚇到桂林府的官員, 因為他們怕這位郡主有什麼閃失, 所以趕快派出那些警察家丁, 把蝶翠山所有遊客全部趕起, 又上上下下仔細守了一次, 真是沒有外人了, 這樣才公請郡主千歲登山, 那些眼明首發的警察, 就以為整座蝶翠山再沒有涵雜人等, 哼, 怎知剛好就躲了個武名字, 那為什麼那些郡主或者王爺這麼有勢力呢? 這裡我和你講一下歷史,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, 他們很會為自己的兒孫打算, 甚至連他們的衣食住行都想起來, 他做了皇帝之後, 將兒孫分到全國國處為王, 建造皇府, 命令地方官員就照顧, 一切開銷費用, 全部由當地的官府支付的。 後來燕王朱棣奪取皇位之後, 死驚自己的兄弟叔侄一樣來照護路畫養, 奪取他的帝位, 暗暗落了聖旨, 命令各處的皇爺不得擁有兵馬, 不准參與地方行政事務, 一切由地方官員作主。 這樣一來, 各處的皇爺尊貴就尊貴, 但是沒有實權, 好像豬一樣被人養起來。 搞到後來, 連皇府中的婚姻、 嫁娶、 生老病死, 甚至沒有兒孫起名, 全部由地方官員一手包辦代理。 有時候, 有時候的地方官員不得閒, 一時不記得, 或者有意從中為難, 搞到這些龍子龍孫, 沒名就不能夠入籍, 或者是娶不到皇妃, 甚至連字號都沒有。 唉, 這件事他們在爺朱元璋發夢都沒有想到。 所以, 他會為兒孫打算的人, 到頭來, 往往害了自己的兒孫的未定。 不過這陣的明朝江山就很穩固, 所以, 儘管是這樣, 各處的皇爺就很威嚴的, 地方官員非但不敢得罪這些皇爺, 還曲以奉承, 就盡力巴結。 再說, 武明哲政一道奇怪, 就聽到有一陣腳步聲, 有人向著山頂走過來, 他一看, 首先上來的是四位出著紅衣的侍衛, 拿著四把大刀, 接著就有一群太監工女, 促擁著一位勵人登上蝶翠山峰, 後面又是一些護衛和保鏢, 哎呀, 武明哲望真下, 什麼其中有個這麼麵熟? 哦, 原來是布政司的暴頭, 千里追風守, 司徒空都在這裡。 武明哲被那些工女的彩色鮮艷的衣裙, 搞到眼花繞亂, 他很出奇, 咦? 這是哪一戶這麼富貴人家? 這麼大牌場? 連官府的暴頭都來保護他們, 他看著那個郡主, 哇, 他整個禽了, 他想不到世間上竟然有一位這麼漂亮的人, 真的像天仙下凡一樣, 他眼睜著, 呼吸就急躁了, 哈, 突然間聽到司徒空一聲渴, 誰在那裡, 快點出來! 原來這個司徒空真是教官, 他一上山頭之後, 那隻眼好像老鷹那樣視為望了一下, 他真是不愧為千里追風守, 不單止武功好, 為人更加機敏老練, 他憑著自己的耐力, 他就發覺這個山頭還有人躲在那裡, 無名字被他喝喝了一條, 以為自己被司徒空發覺, 正要考慮起不起身, 哈, 怎知在他對面的亂石蟲中, 竟然站多了一個人出來, 這個是一個中年書生的打扮, 三流長騷, 當時的神識就很驚恐, 震騰騰騰站起來, 脫瓦地說, 萬萬萬生是來遊山的, 無名之奇怪, 這位壽彩何時來到這個山頭, 為何自己沒有發覺, 難道他早就來了這個山頭, 在那個亂石裡面睡著了? 這陣子的司徒空望了這個書生一眼, 問, 你何時走來這個山頭的? 萬萬生一二二一一一早就來了, 看風景, 看得累了, 想不到睡, 睡過了, 不知道各位大駕光臨, 實在得罪, 罪該萬萬死。 司徒空這陣, 用很久的眼光, 看著仙頭來守山那三四個家丁, 責備他們竟然這樣都守不出還有人, 驚恐了郡主的大駕。 那幾個家丁就不敢看司徒空的目光, 將滿土的怒氣發洩在這句書生身上, 其中一個就說, 哎呀, 你這樣的先生肯定不是好人了, 喂, 伙記, 鎖住他先, 帶回衙門再說。 有一位在郡主身邊的太監, 就沾聲沾氣說, 這個人夠膽偷看郡主千歲, 先畫了他的眼, 帶回去慢慢聞都未遲。 立刻有人說, 是, 等小人畫了他的眼再說。 這個人跳出去, 衝到書生面前, 動手就想畫他的眼, 哎呀, 眼看著這句書生對眼, 就要被他畫出了。 無明子一看, 哎呀, 得了的, 他急著, 不覺得自己跳出去會有什麼後果, 他一下, 衝一聲飄了出去, 好像兔仔那麽快, 電閃那麽快, 一下就抱開書生, 然後輕輕一掌推出去, 將這個就要畫書生眼睛的人推在地上, 幸好無明子這陣是跟了蘇雪學過, 昏花佛柳的掌法, 如果不是這個人一定打橫飛出去, 不死得身受重傷。 無明子這陣放下的書生, 他嘴裏便說, 這些人為何要畫人對眼, 你畫了, 他以後怎樣生活? 嘩, 大家見到, 無層層層, 無層層就跳多個年輕人出來, 全部眼睛都瘋了, 你望我, 我望你, 那些工女更加大驚失色, 揽了一塊, 司徒空折了一下, 他一眼認出是無明子, 他耳了一聲就說, 咦, 什麼是你呀? 他還想再問, 為什麼他會在這呢? 旁邊那位紅衣侍衛火滾就說, 上, 跟我斬死這條野仔再說, 即使三名紅衣侍衛和幾位家丁, 引恐而上, 想說亂刀亂棍, 就斬死無明子呢? 司徒空想制止得來不及, 咦, 怎知這個無明子在刀劍棍棒當中的身形一閃, 以他自己的寧侯白變身法, 試剪泰月門的拆煤手法, 啪啪啪啪! 稍時間, 將那些人手中的兵器全部搶走過去, 跟著丟在亂石草叢裡面。 無明子出手太快, 快到令人難以置信, 你那些人的兵器被人搶走都不知道什麼回事, 個個以為這個臭小子會邪述, 怪不得夠膽在郡主面前救人。 司徒空未見過無明子有這樣的功夫, 他心裡佩服, 就連旁邊的中年書生, 看見都覺得很佩服。 這陣無明子就說了, 那些家丁個個經過無明子的武功, 一時不敢出聲, 看著那個郡主, 這個郡主一向就嬌蠻乖的, 這陣子反而不生氣, 笑著就說了, 你是哪裏走來的臭小子? 世界上為何沒有這個道理? 你知不知道那座山是誰? 難道它是你了嗎? 沒錯, 不單止這座山是我的, 就算這個天下, 都是我朱家的。 這陣子站在無明子身邊的書生, 就怕說, 小哥, 這次你犯了大罪了, 沒明子想不到自己救了這個書生, 反而他說自己犯了大罪, 他就問, 我犯了什麼大罪? 小哥, 這個是郡主千歲, 現在是皇皇上的侄女, 你冒犯了他, 就犯了大罪了。 先生, 知道了嗎? 你好講的, 你說怎麼辦? 武明子怎麼也想不到, 自己情急救人, 反而救錯了, 還犯了大罪, 他沒有聲出了, 他對郡主說, 那你說我怎麼辦? 這樣就要問你自己了。 司徒空很怕武明子會再次冒犯郡主, 他在旁邊聽說, 小兄弟, 快去向郡主陪罪, 求他遙控你吧。 司徒空見到郡主面帶笑容, 似乎對武明子有好感, 所以這樣提醒他, 武明子想不通, 自己明明沒錯, 反而犯了大罪, 連司徒空都叫我向郡主陪罪? 自己又不會說話, 又怎麼求這個郡主呢? 他想了一下就說, 郡主, 我求你放了這位先生, 其實, 你生得這麼漂亮, 我想你都不忍心, 看著一個人被人畫了對眼, 這麼欲酸的樣子, 哦, 武明子的話音阿朗, 那幫工女家丁, 各個大驚失色, 有人心裡暗暗就說, 哎呀, 這個臭小子怎麼這麼說話的, 夠膽說我們郡主生得漂亮? 怎麼會找死呢? 立刻有人在旁邊哼, 臭小子, 你夠膽這樣對郡主說話, 你不怕豬聯狗族嗎? 沒有明子又不明白就說, 什麼呢? 我說錯嗎? 郡主生得這麼漂亮, 是男人都喜歡咯, 哎呀, 你還亂說話, 喂, 挖他的眼啊, 有個女孩子說, 哎呀, 你這個死人頭, 快點割掉他的腿下來啦, 有些人就掩著他嘴笑咯, 哎呀, 一時間, 碟去山上那幫人, 好像倒捨螺蟹那樣亂說話, 那大家都以為, 這次這個郡主一定會發怒咯, 因為無名自罪又那句, 是男人都喜歡咯, 哈哈, 不單止無禮之極, 更加涉毒了郡主, 但是郡主的就不單止不生氣, 反而微微地笑咯, 他身邊的人真的不明白, 哎呀, 難怪人人都說, 這位靈靈郡主, 嬌蠻任性, 喜怒無上, 該生氣就不生氣, 不該生氣就生氣的嘛, 現在這樣還笑的, 哎呀, 真是摸不透個心思, 誰人都以為, 武明志是犯了尼天大罪, 但是靈靈郡主, 就感到武明志既有趣, 挺好笑的, 原來, 郡主在王府裏面, 除了跟隨自己兩名宮女之外, 一向見到的, 個個都是一副爐顏皮塞的笑容, 一不是, 就純覆到像隻狗般很可憐的樣子, 哪有像武明志那麼直率的, 心裏面想什麼就說什麼, 沒有半對虛假造作, 為人老老實實, 說出來的說話聽到都舒服的嘛, 所以他不單止不生氣, 反而很開心, 另一個原因, 恐怕誰都不會知道, 這位這麼任性的郡主, 表面上雖然喜怒無上, 但其實他人很有心計, 誰人都知道, 這位郡主很喜歡武術, 平時經常佔著王府裏面的侍衛, 要人家教他武功, 侍衛心裏面好笑, 心想這樣一位風吹都會塌的嬌慣的郡主, 學什麼武? 學了都沒用了, 但是叫刀, 唯有隨便教他兩下散手, 其實這位郡主, 他有從身份, 我就未講, 一會兒我後邊才講, 你就知道他是誰了, 這位郡主早就得了一位疑人的傳手, 學得一身足可以傲視武林的絕技, 他平時向示威學武, 不過是整鼓造怪, 整色整水, 死驚以後遇到什麼危難的時候, 施展武功自救, 人家會懷疑他為什麼會懂武功, 所謂講的這位疑人, 不怕跟你講, 不是大哥, 只是慕名節的姑姑, 也就是澤月仙姑唯一的傳人, 素雪道姑, 想不到你, 這位這麼尊貴的郡主, 竟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一流武林上勝高手, 這個郡主, 他不生氣的弟的原因就在這裏, 因為他見到慕名節施展出本門派的武功, 拆沒手法, 一下子就搶了那些家丁手中的兵器, 心裏面又怕又起, 他就想, 難道這個臭小子是自己門派的弟子? 我為什麼沒有聽師傅說過呢? 難道是師傅離開自己之後, 又收多個弟子? 難怪了, 這個臭小子不怕我, 原來他身懷絕記。 其實呢, 當他手下的人要挖那個中年書生的眼睛的時候, 就算武明智當時不出來, 他都會制止的了, 只不過武明智的動作比他更快。 所以他現在笑眉眉就問武明智, 喂, 我是不是真的生得很漂亮? 武明智想不到自己剛才那句話, 會撩起那些人這麼憤怒的, 他就真的以為自己說錯了, 現在聽到郡主這樣問, 他又不知道怎麼回答了, 看一看大家, 看一看郡主, 看一看郡主, 然後點點頭就說, 是呀, 你實在是生得很漂亮, 我沒有說錯了。 郡主就笑著說, 好吧, 憑你這句話, 我不生氣, 你可以扯了。 嘩, 就這樣就放過他了? 不是吧, 郡主不會放過他的, 他一定要教清楚, 這個野仔的武功是否自己師父教的, 欲知後師如何, 明天再講。